爱唱歌的妮妮 夏 这时 妮妮为了向大家证明自己并不比别人差 她勇敢地走上了台 对着麦克风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轻声地唱了起来 让我们叫希望的钟啊 多少祈祷在心中 让大家看不到失败 教成功永远在 让地球忘记了转动呀 四季少了夏秋冬 让宇宙关不了天窗 教太阳不惜仇 歌唱完后 大家都惊呆了 妮妮的歌声居然如此的美妙而动听 大家仿佛都忘记了刚刚的争吵 沉浸在了妮妮的歌声里 很快 歌唱完了 大家也从陶醉中醒来 这个时候音乐老师冲了进来 激动地说道 刚刚是谁在唱歌呢 竟然如此的美妙而动听 妮妮举起手来说道 老师 是我 有什么事吗 音乐老师激动地握着妮妮的手说道 你的歌声实在是太动听了 刚刚听见你的唱歌 我仿佛我已经忘记了之前排练的烦了 忘记了工作中的不顺 恭喜你呀 你被录取了 妮妮开心地跳了起来 大家也都忘记了刚刚排挤妮妮 都围上来祝贺妮妮 为她献上了掌声 后来 妮妮因为得到了音乐老师和大家的鼓励 她在那场比赛中夺得了第一名 为学校争了光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在意别人的评论和嘲讽 认真做好自己的事情 也许真的可以让别人看到 你不一样的一面